早晨 今天大纜转车站起步 经河贝村上河贝水塘 填富仔营地清快塘 再到深井散队 现在在转车站起步 现在由转车站转到河贝村 沿途经过马鞍江 接着来到河贝村 河贝山坛好美啊 拍照啦 记住 OK 接着来到单转车 哇 野鸡观花好美啊 过来这里打卡 OK啦 可以出来了 出来了 上来啦快点 来啦快点啦 大家 来走啦 好 现在岸上山望来 下面就是河贝 哇 看来好长眼 哈哈 要冬孙来走 现在来到石江烧烤场 再注上河贝水塘 是啊 行人尊用啊 好啦 到水塘啦 我们很快就来到河贝水塘了 河贝水塘 是位于元朗的八香 是錦田河的上游 水塘 属于大浪家庭公园 位于海拔250米 被群山包围 这个水塘 是香港最小的灌溉水塘 容量只得50万立方米 S型的水塘 是这个水塘的最大的特色 水塘长157米 高17.4米 这个水塘虽小 但也很漂亮 啊 水塘很漂亮啊 啊 水塘很漂亮啊 啊 水塘很漂亮啊 好 算了 走入加勒径了 现在我们在走一条河贝水塘的加勒径 满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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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条林道都不是很多人走 都是很多隐蔽的地方 好了,现在我们上到甲龙林道 这条林道是越野单车径 这是全港公路 现在离开单车径,向全港公路方向 这条林道很短,现在上到大南林道 河背短 刚才上来的甲龙林径 慢慢的 哇,突然间收工了 一个车转了 好像不用过 打火之后,去看 打火之后 打火之后 这条林道不太多人走 所以没那么快清晃 上来密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是田夫仔 田夫仔 来到田夫仔丹车径 打一张卡 栃车筒 。 被她走了 丹子丹车径 游说 大家看 大家好,我们跟着起步了 现在进入大滥林道田夫仔段 现在到田夫仔营地 到此一游 现在我们转进去那里是完全古道 在大滥林道田习近平 在这个里面 我叫你来来来来 你去想起来 我去想起来 我去想起来 你去想起来 又淋到村落 來到這裏,泥紅色的 但是蜂葉未變黃 好了,現在要經過青塊堂的農莊了 鮪魚 這個大年,未開得最美 開得最大就這一塊 好了,我们继续过去深井 来到芬菜路,哇,需要45分钟才到深井 哇,大家的枯树,挺漂亮 转两转,又到封门咬了 继续红了 哇,快点,看到青马桥了 下面就是深井的楼 绿色变了黄色的栏杆 下面就是深井村 现在到了,绿色变了黄色的栏杆 下面就是深井村 到了,绿色变了黄色的栏杆 来到深井,必须要试试,叹烧烧鸵啦! 好了,来齐啦,一起起筷啦! 乾杯,乾杯,乾杯! 快点吃啦! 哈哈,好吃,好吃呀! 今天的难度属于2升 全程11.26公里,接近5个小时完成 今天上到最高大约406米 多谢收看,下次再见!